我想知道您出任这个主席之后 有没有一些压力 然后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您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这个做法来做您的工作 谢谢 好 谢谢啊 压力是肯定有的 因为呢 我前面的所有的主席 他的工作都做得相当好 所以呢 我会以他们作为榜样 来做好这个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主席这个工作 我打算开展的工作 主要是想在发展中国家 推进这个农业工程的进步 推进发展中国家农业工程的技术进步 因为呢 发达国家实际上农业工程 已经发展得相当相当往上 但是呢 在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农业工程还是相当相当落后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机构 我希望呢 借助这个平台 来帮助他们的发展 来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 这也是包括在中国 在中国我们在2014年会在2014年会在中国进行一个全球性的大型的一个国际大会 到时候会有一两千人 世界上会有一两千人来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呢也会给中国的农业工程工作者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跟发达中国家这些大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面对面的沟通 面对面的划算 我麻烦问您一个问题 您 我知道您对于选择读您的博士生 都有影响于这样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要去选择读博士 就是这样一个动机 您是很看重的 为什么您看重这样一个动机 您刚才说您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博士的时候 您当时读博士的动机是什么 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确实是我这个 我召研究生的时候 我首先又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读博士 你不是因为 为了读博士读博士 或者说 同学们都在读博士 我就必须跟着读博士 或者说我父母 就我来读博士 我就来读博士 我希望他的答案是 他想读博士 他有兴趣读博士 他想做科研 他想从这个科研道路上走下去 因为做科研是这样的 就是做科研兴趣是相当相当重要 这就是经常有学生来问我说 孙老师你这是做得这么好 你有什么臭门 我经常跟他们说 我说实际上呢 你我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说一定要找差别的话 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做 我喜欢做 我最想做的工作 因为我对搞科研很有兴趣 而且呢我也跟他们说了 我说我很喜欢读金庸的书 虽然我说你们如果说 读到一篇好的科研论文 就像我一样我支持我自己的感受 读到一篇好的科研论文 我会觉得相当的享受 就是像读金庸手说一样 所以呢我就对先生说 你如果这个信息能够培养到 这样的一种信息 就是说一种这样的一个境界 你在读到一篇好的科研论文的时候 你会相当享受 我觉得你离成功肯定是不一样 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 越来越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理想跟现实 总是差得很远 那你怎么看见 理想跟现实 年轻人应该都是有这个问题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理想跟现实 但是呢我觉得呢 经过走入这个社会 慢慢的磨练 就会越来变得越来越现实 你刚才还问过我一个问题 我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那个您当时读博士 读博士 对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读博士是吧 这个刚才上面讲的 实际上呢 当时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硕士毕业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可以到省科委那边去工作 而且我去的话 就会是第一位硕士生在那里 就是他们的第一位硕士 那当时咱们国内 兴起了一股这个经商潮 虽然当时做了思想斗争 是很强烈的思想斗争 也征求过很多人 但我始终记住 我爸爸跟我说的 就是知识 有知识就有 就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 协会有知识 协会的本领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生存 所以就是在这种信念底下 我选择了读博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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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